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支梅 你就好好留在御元宫吧 跟着我去边关 只会受苦 梅师兄 明月 梅师兄就打算这么一走了之啊 难道还有人会在意我的去留 梅师兄 其实公主大人还是很在意你的 已经不重要了 梅师兄还真是不懂公主的一片苦心呢 若不是你心思手软放过了蜘蛛妖子 一步登天的本该是你啊 够了 我不想再谈论这件事 梅师兄别激动啊 那我们聊聊 怎么恢复手脚 不管怎样 这次梅师弟也算因祸得福 一举无出刀势 上元出山应该是稳了 姓梦的 你别得意 我迟早也会掌握势 你给我等着 好 等你掌握势 我们再打一场 手帕洗了还你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见到你平安无事 我们也就放心了 说什么打扰不打扰的 我们不是朋友吗 朋友 原来我们已经是朋友了 当然 那我想要对我的好朋友 说句谢谢 谢我干什么 我师父 让我看清了这世道的真相 是人族与妖族的抗争 不 是强者对弱者的剥削 妖吃人 人吃人 神尊杀妖又吃人 这就是个吃人的世界 而想要改变这一切 你又必须成为神尊 但偏偏我已经神尊无望 我根本无力改变这一切 而孟师弟 你那一道让我明白 即使我无法如你一般 成为照亮云端的雷霆 但也可以做黑夜里的一缕烛火 当万家灯火汇聚 同样能照亮大地 撑起这个世界的 从来不是神尊 而是云云众生 众生期待你照亮云端的那一天 孟师弟 我会的 我打算去边关服役 不仅能杀妖 说不定军中还有恢复手掌的办法 等我上了远处山 也帮你找找恢复身体的办法 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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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山海妖星 怎么感觉格外的亮 那是什么 过去看看 应该在这附近彩端 赶知灵狱 开 那边 放好了吗 二哥 瞎老子一跳 最后一个 搞定了 趁着还没天黑 咱们出城 别啊二哥 好不容易进此城 又回山里 我还没去冰淫楼耍耍呢 不想死就快点 关府门口 快接着咱们的攻击力 就是这儿 这东西怎么感觉在哪儿见过 这儿 东宁府内 为什么会出现妖怪 天妖门 那群家伙还没死军 他们想利用这玩意儿 将妖怪放入东宁府 至此 我们自己来解决 两位大爷慢走 可别忘了我和翠翠哦 怎么会忘了 你这么润的妹妹 走之前 来 站着拨一下 来来 讨厌 我是翠翠了 拜拜 翠翠 拜拜 慢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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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哥 帅哥 这碧云楼的姑娘可真不是盖的 那缠着 那可不 二哥 他们上上下下 立立万万可都练过 可是以后 都没弄好的姑娘咯 咋了 那练姑娘的地方 被人给搅了 谁 谁 谁干的 老子扒着上的皮 不好意思 我干的 谁 滚出来 那 你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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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